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笑啊 這一集 是楊醫師專門叫我 急叫我 有一件事 我想用健康打的平台講一講的 對於尤其是女觀眾要留心聽 我當然要來 是不是 有些什麼要女觀眾特別留心聽 就是子宮肌瘤這個問題 是 子宮肌瘤 跟阿薩那個要打針的有沒有分別的 口齒文 阿薩那個其實是子宮頸癌的針 但是子宮肌瘤是另一種來的 是一些糧性的腫瘤 婦女的糧性腫瘤很常見的 是子宮的平滑肌出現一些腫瘤 如果中醫的角度來講 叫做精假 病字部一個特徵的精 病字部一個真假的假字 沒有了棋人邊的那個 叫做精假 就是說那樣東西 它本身就是一些糧性的腫瘤 是因為氣血與製 或者是一些寒濕所引致的 但是為什麼你要特別抓我來 你快點和我做一集子宮肌瘤 原因是 是啊 因為女性來講 三個有一個都有這些問題 香港啊 現在很常見 非常之常見 那是什麼呢 就是大人弟弟哥還是老人家 是女士 就是有月經的女士 有月經來的女士就有了 通常那個好發的年齡 就是30至45歲 好了 會發的年齡就是30至45歲 是好發的年齡 好發 那會出現一些什麼 有什麼症狀 會導致一些什麼 通常要看它位處的位置 那子宮有分外層中層和內層 如果近子宮內壁的話 內膜的話 通常來說 它來月經的時候就會很多 那它也會多到好像 你整衛生巾都好像 未可以完全承載到的 那在中層或者外層的話 就相對來說 沒有太多的症狀 但是它會是增大 令到它那個不孕的症狀 會更加明顯一些 不孕的症狀 是啊 就是它會導致它不孕不育 那怎麼知道自己有這件事 那一般來說 正常的婦女檢查 或者有時候 通常就是月經量太多 那它檢查了之後 才發現自己有子宮肌瘤的比較多 好啦 那這個是 我想問這個是都市病 還是古代病 還是什麼病 這個是很常見的都市病 在古代都會有的 那相傳在南宋的時候 李宗帝的皇后 叫謝杜青 都有這個問題 是 她突然之間 為何那麼久都沒有BB 還有另一方面 月經遲遲都不來 那後來有一個竹林寺的一個曾醫 即是一個和尚的醫師 就幫她診證把脈 那開了幾隻藥之後 那她不單止她那個精假 那個腫瘤沒有了 而且月經又正常來的 那我想知道這個故事 即是什麼 又是黃五 哪裡來的 即是 你看什麼書 看回來的 這麼多這些故事 是啊 以前宮廷的一些典故 你都很看這些東西 因為都是關事的 是啊 很喜歡一些中醫文化 中國文化那些東西 那這位曾醫呢 是開了什麼方 是不是到現在 大家用都還是work的 其實它有一個方 叫做軟肩化柳高 軟肩化柳高的意思 就是說 它是有一些 譬如活血化羽的中藥 理氣的中藥 其實等於我們的開奶茶 它有一個僅了的處方 因為歷史的演變 會有少少出入 但是那個理念 都是一樣 都是一些活血化羽 軟肩散結的一些中藥 譬如有些是當歸 白雀、香腐等等這些中藥 來幫助那個婦女的 驚血的情況改善 我剛才說過了 氣濟血雨 或者是有些寒濕症 濕寒症的人 通常都會容易有子宮肌瘤 氣濟血雨的人 就是人容易情緒屈滿 或者是有時月經量 比較多之餘 有很多血化容易有痛經 通常來說 情緒如果差那一段時間 會特別差一些 這些都很常見的 情緒屈滿 我能否演繹為壓力大 都可以說的 壓力大 負面情緒 人不開心 或者很抑壓 這些都是一些負面情緒來的 甚至女性來月經之前 那個PMS 即是經前綜合症 都會明顯很多的 好像這些情況這樣 都會導致氣濟血雨 那些情況 都是我們常常講的 公寒症 好 舉手 公寒症 即是本身體質的問題 還是聯合話 我不知道 那些情況 有什麼外在因素 除了它本身 有沒有 除了先天性 爸爸媽媽體質比較弱 如果是腎羊虛 或者腎羊虛 這些人 都會比較容易有公寒症 的腎羊虛 但是後天的因素 好像蛋哥你這樣說 吃些生懶食很多 真的會的 吃些生懶食多 有時經常都涉水 即是經期前一個星期 其實盡量都不要油那麼多水 那它就是經常油很多水 或者經常穿露池裝 或者經常穿短裙 或者經常穿涼鞋 或者經常穿涼鞋 那這些都會令到 它涉到一些冷氣 令到它加重了公寒症 這些問題 好 即是知道 有壓力 或者你飲得吃生懶食 即是吃生懶食 那就可能會導致 好 那這些是什麼來的呢 這些是一些簡單的食療 那有時大家都會 聽過一些黨參、北旗、雲寧、陳皮 是的 節背和小米 那這些呢 其實可以用來煮豬骨的 那平時呢 可以有空一個星期喝一兩次 那黨參呢 本身可以補皮液氣 那北旗可以加強補皮液氣的作用 同時呢 亦都可以令到個人精神一點 那另外呢 雲寧呢 其實可以健皮之餘 又有滲濕的作用 剛才有講過 那些濕氣重的話呢 都會容易令到個人有子宮肌瘤 嗯 陳皮呢 可以行氣的 可以理氣 亦都可以健皮為曹濕的 去了些濕氣呢 亦都沒有那麼容易有子宮肌瘤 那另外呢 折背呢 其實可以軟肩散結 因為一些腫瘤類的東西 那折背呢 其實都可以幫助到它軟肩散結 那小米呢 可以加強養皮胃的作用 那平時呢 可以用些水沖一沖去 加一些糖排啊 或者瘦肉呢 煮豬腱 再加一些毛花果 那就可以了 即是煲湯水喝 是的 煲湯水喝 是的 這個呢 就是比那些皮胃虛弱 而有寒濕症的 公寒症的病人 嗯 是的 另外呢 就是有講 剛才公寒症呢 除了皮虛之外呢 腎虛呢 都是一個主要的因素來的 哎 糟了 現在全部人都不是皮虛 是腎虛的 就是大部分都是這樣 是啊 因為都市人呢 其實工作壓力很大 有時呢 長年累月都是 就是很夜睡啊 吃無定時 人身體會弱 那連過四十陰氣至半 氣和血都會弱一些的 那通常來講呢 腎氣呢 會更加首當其衝受到影響 腎在中醫的角度來講呢 是跟生長發育生殖都有關 所謂生殖的意思呢 就是跟我們虎科 虎女都很有關係的 所以透過養回腎氣呢 都可以令到公寒症改善 是 那這個處方呢 道中本身呢 可以是養腎 同時可以強筋骨的 那浴松蓉呢 本身可以養腎症 而巴極呢 本身可以保腎羊的 那桑紀生呢 可以保腎之餘 亦都可以強筋骨的 那田七呢 可以護血化乳 剛才有講過 子宮肌瘤的人 有時候 月經會量多 那所以呢 我們喝這個湯的時候 最好是經期之間的時候 嗯 令到身體呢 那個氣製血癒的情況改善 因為當中呢 有個香腐呢 其實可以梳乾 同時也可以行氣 馬烏禮呢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 就是貝殼類打碎 來的 是呀 哪要吃得的 馬烏禮呢 其實不吃得的 是煲湯的時候呢 它有加強散結的作用 因為呢 腫塊呢 或者是子宮肌瘤呢 都是一些腫瘤類的東西 那馬烏禮呢 是一些很溫和的 散結的中藥來的 那這幾個食材呢 這些幾樣的食材 可以加一些烏雞 或者是一些瘦肉來煲湯的 喂 我聽一聽了 我又問白痴問題了 那個老公 那個男朋友 一個不小心喝了 可以嗎 男人 都可以的 沒有問題的 都是養神氣的 因為我聽到你又煲烏雞 好像挺可口的 是呀 沒錯 有沒有得分 都是補神的 都可以的 這個是補神 這個是補脾胃的湯水 那就是說 女士 如果有剛才所講的子宮肌瘤的可能性的話 那喝這些 煲湯喝 男士呢 都可以喝的 首先要知道自己身體的症狀 那如果脾胃弱的那些人 譬如平時容易胃氣胃張胃痛 甚至是覺得個人很累的話 那個人的面色比較黃的話 那些是比較脾虛的人 容易水腫的 那如果腎虛的人 通常表現就是尿頻 就是小便很頻密 經常都夜尿 腰痠 腰痠 腳軟 這些都是一些腎虛的症狀 甚至有時有牽涉 不孕不抑症 都是一些腎虛的表現 好了 那就是說我們等一下 就拿了這些出來 給大家 大家都可以去買一下來喝的 但是當然問了醫師 一個星期一 一至兩次 看自己的體質 沒錯 這個是什麼來的 這個是血如碳 剛才有說 血如碳 血之如為髮 血太多的時候 就會養上頭髮 令到頭髮更漂亮 血如碳的意思 是頭髮所燒成的碳 什麼頭髮燒成的碳 沒錯 剛才說過 子宮肌瘤 分別有不同的位置 都會有不同的症狀 如果它近子宮內膜的時候 它就會令到月經量很多 所以有時如果是月經量太多的時候 我們有說急質自其錶 有時會用到一些血如碳 它可以幫助止血 同時也可以清除身體裡面 應該清的血 不應該清 或者不應該流出來的血 都可以止住的 血如碳 那怎樣用 平時我們通常入藥 那些中藥 我想說就是 其實中醫的角度來講 不單止是治本 同時如果有些嚴重的情況 我們都可以調整 來治錶本兼治 OK 這個大家一定要經過中醫 才不是自己走去 找集員員 看看人家在做什麼 這個一定要入藥 沒錯 通常入藥 很少當是湯水 這些亦是最高的 就和不可能進行 香港人的生活 但是妳們去做這個 妻子就是這樣 那些人最會守進去 都有高校的 你們要、當然 和他們一些肯定 那麼很多人 他們用在這個肯定 或者是這些肯定 或者是進行的 所以你覺得怎麼回事 是怎麼回事 或者和這個肯定 他應該有什麼預防 除了這些 他平時自己要注意多些什麼 臨床上其實我們曾經見過一些病人 就是他本身有子宮肌瘤的 但是他不是很大 可能一至兩個CM左右 但是他跟我說那一年他整年都是經常出家吃東西 沒有在家裡吃的 他突然之間子宮肌瘤大到十多CM 所以其實如果可以的話 就少一些出家吃 多一些在家吃 當然有時候太忙了 免不了多出家吃 但是有時候出家吃 免不了你又不知道油鹽糖是怎樣 所以其實盡量如果出家吃東西 都是用簡單的食物為主 不太複雜 例如甜的食物 冷的食物 盡量少吃 因為甜的食物容易令皮膚發炎 同時也可以令身體容易有些炎症 所以盡量少吃甜的食物 令人少一點濕氣 另外生冷東西 生冷東西 剛才講過會夜濕 即是低於室溫的東西 壽司 沙律 魚山 那些盡量都不要碰那麼多 臨床上面如果可以的話 我看到那些病人 肚臍對下這些位置 通常按下去都會涼涼凍凍凍的 所以說運動可不可以幫到手 運動絕對可以幫到手 彈大哥你這個問題非常之好 因為很多婦女都是因為她坐得多 而有苦科病的 很多苦科病都是坐出來的 所以平時如果可以的話 一起床可以在床上做一個空中踩單車的動作 是的 因為我們通常 就是這樣 是的 我們通常坐在這裏做得多 中下半身其實很少會動動的 如果少會動動的話 我們有說流水不負 護書不渡 即是所有水如果不動動的話會滋生細菌 門教不動的話都會卡住 動不了 所以我們通常如果多些動動 中下半身的話都會少些有子宮肌瘤的問題 我們說得極端一些 以前有勞動的婦女 即是經常是樂田耕種的那些 反而很少苦科病的 到現在我們相對來說 比較努力勞動的人 反而坐得多是容易有很多子宮的問題 所以就是要做一下這些下半的運動 是的 下半身的運動 好了 我又多口問一下 我真的很忙 我真的是 我是職業婦女來的 我要上班我要吃 晚上下班我去跑步 因為我不知道 在你們中醫的角度來說 有時候就說 比如好像 是不是你講過的 就是下午11點到1點 是的 沒錯 就不可以做運動 不要做這麼劇烈的運動 就是不要做這麼劇烈的運動 好了 但是早上做運動最好 但是每個人都趕著上班 就是未必有時間 好了 他們做到很累很累的 晚上跑步 你同不同意 或者贊不贊成 如果很累很累的情況之下 我會建議不要一些大流汗的運動 因為它很累的話 通常身體的氣血處於一個低水平的狀況 這段時間你再豪選了氣血的話 都會令到身體的機能變差了 但是如果真的做運動也是好的 你就做一些拉筋的運動 譬如好像以前的PE堂那樣 拉一下大腿內側外側後側這樣 都可以的 都可以令到這個人的氣血運行改善 這個就好了 這個就提醒了我了 如果你說要做這些拉筋的運動 然後回到我家 我又吃了飯或者怎麼樣 不可以跑 醫師說叫我不要流汗跑步 那就跟Paul Sir學 Paul Sir教了大家坐在這裡 都可以做運動可以拉筋 拉筋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們很多不同的片 都可以其實大家可以 要來做一個互相的reference 就是醫師講完之後 我做什麼運動好 跟Paul Sir去學拉筋 甚至阿郎那些太極阿八段錦 其實都可以的 平脫弓 平脫弓脫弓 脫弓的那些可以嗎 是嗎 就是你不用怕那些 可以強化膝蓋 是的 就是那些很簡單 在家裡已經可以做到的 你其實就是可以拿著 在健康蛋那裡 你隨便搜尋一下 其實都可以幫到大家 好了 知道了我可以怎樣預防 有怎樣可以做到健康 保持 大家記得這些資訊 都是由健康蛋提供給你的 我認識很多這些好朋友 給很多好的資訊給大家 記得訂閱我的健康蛋